哈喽哈喽 我在补充拍一个这个如何导视频的教学 因为我怕你担心你收到之后不会用 然后先介绍一下吧 首先这个卡的话是这种小卡 它叫 sd 哎 sd hc 也可以吗 是用这种 sd 小卡就是 m i c 2 5 这个 然后我要试几个时候用这个16gb的试一下 然后您准备的时候可以准备16gb内的 然后说实话 这个卡不用准备太大的 因为这个机身内存也很大的 你可以 在机身进行录制 然后复制到这个小卡里面 然后 再导出来 然后介绍一下怎么导 先把这个卡放进去 首先第一点想介绍到是 这个怎么拍摄 拍摄的时候把这个视频保存在哪里 然后首先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菜单 现在是录像模式吗 然后选择菜单 选择菜单的时候 我们 滑到下面这个最后一个叫 呃 这个叫媒体设定 media media设定 然后我们点这个确认 呃 这个媒体设定还有两个 一个是静止画媒体 一个是动画媒体 然后的话 后面 后面的话可以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sd卡 一个是hdd hd的话就是本机 就是 我们把两个都顺传sd 好了 当然了 如果说 你的 先介绍一下 录制到本地 hd 好 现在我们两个都是hdd 这个地方写hd 然后他可以拍摄21个小时 29分钟 连续拍摄 然后我们先拍摄一段视频看一下 哦 现在我们拍个五秒的好了 好 我们把这个视频拍好 拍好了之后 我们看这个回看 这不是有回看键吗 可以看到我们本体里面有一个啊 有两个 原来有一个就以这个为例吧 有两个这个视频 然后我们点这个 嗯 现在他不是保存在本体里面吗 然后我们点这个菜单 菜单的话有一个 编辑 编辑 菜单编辑里面点 第一个的话叫copy 就是 呃复制的意思 我们点这个复制 复制的话就可以看到啊 他会要求我们 他问你是把本体的像本体的 呃录影 复制到 sd 卡里 还是把 sd 卡里的放到 呃 也是 dd 里 然后我们点这个本体放到 sd 卡 然后第一个是全部 第二个是你选择 我们点点选择好 我们只要第二个 把这个影片放进去 然后开始嘛 我们点开始 好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 呃 这个视频 我们是把本体里面 录制的视频保存到了 sd 卡里 然后为什么要保存到 sd 卡里呢 呃 是因为我们就是把这个相机导出的时候会方便 呃 我们导出这个像 我把 方便 我们把这个视频导出来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把这个卡拿出来 我们插到电脑上 我教你怎么把这个 视频导到手机里面 呃 好了 现在我把这个卡放到这个冬卡器里 然后已经连接到电脑了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电脑看一下 电脑的话 呃 电脑的话 打开这个文件夹以后有这些文件 然后我们点这个save video video里面 呃 它这个所有的视频都是保存到这个文件夹里的 然后一开始这个 因为它是这种 呃 老的dv机呢 它不是mp4格式的 是mod格式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mod的格式转换成smp4格式就可以看了 然后也很简单 就是我们打开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话 我一会把网址发给你 它就可以在线转换的 我们点这个 video这个 转换 然后我们点这个把某个 某个文件到mp4 然后我们把刚刚那个文件拖 拖进来就可以了 啊 在哪呢 这不是mod的文件吗 然后我们点 把这个拖进来 拖进来之后的话 它会进行一个上传的操作 大概几秒钟 然后我们点这个star 然后点这个down 好 然后这个呃 这个视频就下载起来了 然后它是mp4格式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就可以进行观看了 啊 现在我们 啊 这个是我们刚刚拍的视频 然后如果说你想保存的话 就通过那个呃 那个电脑也好 就发到发到手机上就可以了